好 好 哈喽我是江江 關於這個長期 正太郎的取得方法 很多人在問江江怎麼取得 首先你要按這個 線上 拆試 進行拆試 然後R星製作 的競爭模式 它下面有個死亡尾流 總共有7個關卡 隨便一個關卡就可以玩 然後只要你玩 不管你是退出或者是你過關了 漂亮喔 對就是它 超帥的 利用你的能量軌跡 吃不到痕跡 我看到你們有痕跡了 它就是你不能走到那條線 走到就掛了 類似貪食蛇 還有這種貪食蛇喔 一定要把別人幹掉嗎 對啊 就是靠那個來把人家幹掉 它有血量的啊 那就 來自殺一下啊 然後呢 你到 手機的網路 交通 然後 這個傳奇車行 的第一個 就是長騎鎮太郎 當然 它要222萬5千塊 那它有8個顏色 那你隨便選個顏色 就可以囉 然後關於第三個問題 怎麼樣取得套裝 套裝就是當你完成競速 跟那個買到車子 之後你要買套裝的話 再隨便一個服飾店 然後呢 你詢問店員 選最下面這個 死亡尾流 就可以買套裝囉 它一樣有8款顏色 隨便一款顏色都可以 看你自己喜歡 那目前最亮的是 黃色 跟白色 OK 就這樣囉 關於第四個問題呢 如果不穿套裝騎摩托車的話 它可以發光嗎 OK 我們現在穿這件衣服 騎上去 基本上你騎上去就發動了 關於第五個問題 長期正太郎可以改革合金的顏色嗎 我們來試試看喔 噴漆的主色調 選革合金的 馬上就變革合金顏色囉 那第六個問題就是 副色調的車燈 如果換顏色的話 它還會顯示嗎 我們副色調來選一下 選個金屬好了 亮金屬 那基本上我選什麼顏色 它就變什麼顏色 我們來選個亮一點的吧 黃色或白色 哇 冰金白 好 就選冰金白囉 你看它的顏色是不是很亮啊 那關於第七個問題 這個長期正太郎只有 晚上會發亮 白天不會嗎 OK 我們 停在邊邊 基本上你發動的時候 它就會發亮 只是晚上會比較亮 因為 就跟路燈的概念是一樣的 路燈 如果白天開燈的話 它是 看不太出來還好發亮 那晚上開的話 它就非常亮喔 那關於 那關於 長期正太郎有比白鳥競速版還要快嗎 這個問題我們測試過囉 目前白鳥競速版是最快的 那 我們一開始會覺得 長期正太郎快是因為 它的起步很快 然後轉彎又很靈敏 但是如果以長程來說的話 白鳥競速版是比較快的 晚點我們來測試一下囉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如果改噴漆顏色 它 它還會亮嗎 還是說改了之後就不會亮 基本上 如果你改了噴漆 是改複色調 就是車燈的地方 那 它的顏色你改什麼 就會是什麼顏色 那如果你的主色調 換隔二斤或是你換其他顏色 它就不會亮 因為它是 算是外面的顏色 而不是車燈 我們來試試看一個比較亮的 銀白色好了 欸?銀藍色比較亮 那那個 複色調給它換個紅色好了 都沒有比較好看一點的 都沒有比較好看一點的 應該算是紅色吧 好,先這樣吧 它這台車可以改裝嗎 比方說改霓紅套件啊 因為它不是汽車 所以它不能改 霓紅套件 但是 如果你改它的車燈跟 就是主色調跟複色調 它本來就可以發光啊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改變噴漆顏色 改噴漆顏色會變嗎 還是改來就不會變亮 基本上如果你改 噴漆改顏色的話 它就會變成那個顏色的 的顏色